各位同學、老師,你們好 我今天要講解是109年台北大通訊的這題 首先,A小題要求X小於2Y的幾率 首先,看到不等號,就要先寫等號 而這一條線呢,畫出來就是在這裡 好,也就是這一塊的面積 那我的做法是從總面積扣掉這一塊的面積 所以說這一塊三角形的面積就是2乘1乘上1分之1 再乘上它的密度,所以等於4分之3 我為什麼會這樣做,是因為我看到題目給的是均勻分佈 因為會發現藍色課本上其實蠻多題目是這樣子做的 好,我們再來看B小題 B小題要求的是條件幾率 首先,我們先把條件幾率的定義寫出來 接下來,我們觀察它交集的範圍 會發現它要求的是這一塊的面積 所以,我直接用這塊三角形的面積乘上它的密度 在除上條件,就是1 3分之1 好,接下來講解C小題 要算這種題目 首先,我們要先找它Z的範圍是在哪裡 我們從它給了XY的值域來看 可以得出Z的範圍是在0到2之間 接下來,我們看到它的函數有絕對值 絕對值的意思就是要分段討論 首先,我們先把2帶進去 Z等於2帶進去 我們可以得到這兩條線 就是它的上線 我們再找它的下線 把0帶進去 我們可以得到這一條線 OK,我的做法一樣 是從總面積扣掉這塊三角形的面積 所以就是 1- 然後Y的部分呢 就是從Z到2 至於為什麼乘兩倍 因為我認為它是偶函數 所以我就乘兩倍 好,接下來積分結果 就是在這裡 Z減4分之Z平方 接下來我會再把2給帶進去看看 答案會是1 來做確認 接下來朱小提就是求它的密度 它的密度 就是把你的累積去做微分 這... 這就是答案了 但是答案求出來之後 我還會再去對它做... 這個運算 如果等於1 才是對的 我常常會這樣子做雙重的確認 我的講解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